好,开始把模具先装上去,对 装平,两边装一样多 然后踩下去 稍等一下下 对,右脚踩下去 然后就把模具后面锁住 对,后面螺丝锁住 把四个调节杆,调平杆都同时打开 左右前后全部打开 然后踩下去之后呢 先把前后的两个水平杆 给它调平,调紧 螺丝扭紧 调平之后是把左右的两个锁紧 这时候呢,现在就是开始调它的一个压力 一个机器的压力 先把上面的这个螺丝 对,这个扭动感打开松开 然后把那个上面是调节杆 对,顺时针的是往下压 压力加大 逆时针的是压力放小 对,然后把脚 右脚踩下去 能够带到一点点力的话呢 就可以了 调好之后把那个手感锁死 先把时间 焊接机的时间呢 时间一般调为1.5秒左右 1.5秒对 然后就是它的一个电流控制 电流控制 一般是先把它调到20 这时候就开始测试了 右脚踩紧 左脚通电 这时候检查那个 焊接熟不熟呢 就可以看到一个 看它的一个正面 都可以看出来一个凹槽 如果焊接熟的话呢 它的那个正面会有一个 有一个凸起的一个凹槽 这样就正面熟了 对 如果在不熟的情况下呢 我们会把电流一点点的加大 每次加到一点点 直到一直成形 还有它的一个电流的 一个电流表 一般在熟的情况下呢 它一般是在 4左右它的那个红色指针 一般是在4的4字左右 这个时候已经熟了 到达4 超过的话呢 它就会 就会 过流 我们在模具底下 底下的话呢 会有一个 黄色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 那个 那个 军烟板 然后底下会垫一层 那个白纸 防止过流 就会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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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